但教师的说法他们声称是在家长同意之下 喂食感冒药水但体内却验出巴比托的成分 真的是感冒药水引起的吗 专家怎么看 其实儿童糖腔的部分 大部分也都是属于我们常见的感冒的一些症状治疗药的成分 真的是不太可能去遇到有巴比托的这样的一个眼泪的含成分在里面 一般来说儿童感冒药水颜色缤纷 除了要增加服药的意愿 也是因为儿童感冒药水依据不同症状会有不同的成分 但不可能含有巴比托 像我们在职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偶尔要看到一两个例子都很难了 甚至是开出来的诊所都很少了 幼儿园为要按炎烧至今 新北市府对28名孩童抽血 一共有8个人验出巴比托等药物的残留 其中7人数值在20ppm以下 但传出有艺人浓度超过200ppm 但教育局否认 医师说无论数值如何体内验出巴比托 几乎可以确定曾经有服用相关药物 医师说含巴比托的药物需要处方签 更不可能出现在幼童的药物中 残留在餐具或幼儿园的环境 几率也很低 到底怎么来的 就怕是教师本人或亲友用处方签 也怀疑会不会还有其他管道可以取得 一般来说 医师开立相关的药物会控制剂量 每一毫升的血液 要低于40微克以下的巴比托 才是安全范围 至于被验出浓度过高的受害血统 有医界人士怀疑 检验程序可能出错 但无论如何体内药物残留都是事实 家长恐怕只想知道 孩子肚子里的巴比托到底从哪里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